中文字幕志愿者 印度连续11天超过30万人确诊 4月30号单日更飙破40万人染疫 氧气一瓶难求 民众为了保命 甚至被迫冒险在家自制氧气 疫情杀不住 印度政府应办大选 如今踢到铁板 被视为总理莫迪 名望指标的西孟加拉省 败选失利 凸显民怨高涨狠狠打脸 冠状狠狠打脸 冠状狠狠打脸 选举结果出炉 反对党龙头草根国大党 压倒性拿下三分之二议会席次 彻底急迫莫迪的长盛神话 经济衰退 至今拒绝全国封锁 连佛契都忍不住拿中国为力 替印度下指导旗 印度工商界更罕见发出众话 要求政府即刻采取强力手段抗议 身为50年来 印度最有权势总理 莫迪让个人权利 凌驾百姓生命 空将换来玩火自焚的下场 暂力新闻 陈佩如报导